在北市延平北路二段有许多老房子 像是在我后方的大千百货 就是古迹级的建物 这样的建物可是很抢手 今年就出现了成交记录 一整排都是大千百货旧址 根据当地房众透露各有不同的持有人 不过部分透天今年成交金额达1.17亿元 买家为投资公司 尽管历史建筑无法拆除重建 但背后的利益可相当可观 店家透露这里盛行将老屋申请为古迹 屋主渴望两边赚 握有的建物能对外出租 多出来的古迹土地融机能再卖给建商 移转到其他建物 从迪花街到赤峰街也有类似的状况 像是赤峰街特色小店林立 吸引逛街人潮电租水涨船高 单品达8000元 不少屋主变得吸收 老屋市出量降低优灾 等着历史建筑认证或融机奖励 不愿砍掉重建 将融机卖给建商 有收入又可以让老屋的生命延续下去 但建物修复费用 政府仅部分补助 租给餐厅也不能用明火 炒作融机得突破重重限制 三立新闻 杨超神李文科 台北报道